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 《怪物链批3新闻商务之团》第三期 这个基因农场 基因农场要说的东西稍微有点多 所以我就单独拿出来做了一期 如果时长有点过短的话 我会在后面补充一些新的内容 首先是这个小型道具箱 基因村里的小型道具箱 一共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基因农场 第二个是机会浴场 小型道具箱可以进行 除了变工装备以外的所有操作 就是寄存取出 调和还有整理卖条 都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变更装备 比如说这个 扩尔连批3想变更装备的话 必须要从机会场 先下线 再变更装备 这打以后都不用了 当年联机的时候 变更装备是非常麻烦的件事 然后左边这个就是风箱 风箱是需要后期扩张的 至于每个设施扩张的条件 我在这里就可以对数了 大家可以再往里去查 这个风箱呢 可以采取风力 刚才那个堵挂平保冒出来了 这个挺尴尬啊 就是手柄操作的时候 它默认底是待机状态的 就是默认底什么操作都没有 然后过一会儿就蹦出来一个平保 没事我就把它取消掉了 然后这边是田 田第一个只有一块 慢慢可以拓展到三块 然后这个地方呢 可以去种这个草啊 就像这样 可以 这是所有的肥料了 肥料一共这五种 春雨味可以挖到啊 梁智灰是一会儿要说 那个烤肉架上得到的 怪物的粪的粪是可以在场景中挖到 肥过的你是打土杀的我几率得 然后这些那个肥料呢 可以让土的等级提升啊 从一级到二级到三级 土的等级越高 种下种子获得的报酬也越丰富 能种的呢也就是草果子 各种果子之类的 然后最有价值的产品应该是怪力之种 我个人建议呢初期是两个田中怪力之种 一个田中仁耐 抵消果实 因为这么做的话 抵消果实是够用的 然后怪力之种多的还可以卖钱 经济效益是最大的 然后呢我们做完一次任务就可以回来收取 然后再进行种植 关于肥料这一方面呢 其实凉智灰是完全够用的 如果你一块一块肉烤的话 那么凉智灰基本不会缺 这个地方是蘑菇木 可以通过农场点来提高蘑菇等级 有几率获得这个尖嘴散步啊 它的作用就是代替那个铁稿去 去帮猫猫挖矿 一会我们再说 这边走呢有一个猫猫脾肠用的地方 可以大幅提高猫猫的攻击力 这个地方说一下 这叫巨大鱼龙 巨大鱼龙呢就是你把鱼耳分发给猫猫 然后让猫猫进行补鱼的一个操作 嗯我们最多可以选择四只随同猫 然而这个存档我吓的啊 它只有两只 我们就先用两只 然后可以给三个耳料 嗯大家可以看那个 就是稀有度越高的鱼耳 正常来说钓到的鱼应该越好 我们给三个给三个黄金团子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随同猫团上帽感叹号 就说明他找到好东西了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猎人的反应啊 来判断这是收获的多少 如果猎人跪下了 顺便收获最少 如果猎人站着点头 顺便收获还可以 如果猎人像这个动作啊 就是跳起来啊说明收获是最大的 也没什么吧 可能说我随同猫太少了 这边是手动捕鱼的一个地方啊 是一个鱼网 直接捞起来就可以 比当初2G的时候 得钓九次鱼啊 省劲多了 啊 到鱼圈吗 这么尴尬的吗 啊这边就是这个烤肉架了啊 最多可以一次烤十块肉 然后必须选择一个随从猫来帮你烤 如果什么 如果所有随从猫都在不可选的状态 你是烤不了肉的 一二三四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台 可以像我这样数两个八拍啊 然后在第三个八拍的二 那一瞬间抬起来 也可以直接看猫猫这个头上的那个感叹号啊 出现感叹号马上抬起来 那都是可以烤成熟肉的 大家看一下 这就给了五个良知灰 就可以把五块田提升到满级三级 所以如果经常烤肉的话 这个良知灰是绝对够用的 然后这边是这个捕虫龙啊 这也不用像RG一样捕好 捕好多次虫了 非常方便 然后说一下这个耳料啊 跟这个猫对话呢 是可以换这个耳料的 分别隐虫香叶 黑虫香叶 甲虫香叶 这些东西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说明啊 能作为素材的昆虫 就主要是 呃 蘸肘白蚁啊 杀人蜂幼蜂之类的 然后 大家可以每个 每个这个隐虫香叶都试一下 看能招来什么样的虫子 自己缺哪样 使用哪样就好了 使用道具呢 可以使用玉琴香蜂蜜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这两个效果都不太好 用一次消耗一个啊 所以说 不太推荐使用 然后这边是猫猫探险队啊 这是一个 汉味色的部分 就是编程最多可以选择 四个随从猫猫 作为这个探险队的 探险队的 成员 然后可以在这里接任务 分为一二三星 一二三四 四个星等级 然后大家可以看啊 就是 这部有这个主要怪物吗 是可以获得这个主要怪物的素材 比如说如果你在比如刷这个 熊火龙素材呀 你就开这个任务 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 每送一匹随从猫 费用都会相应的增加 四星的话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这是两只随从猫用了800点 比如说四星任务一个随从猫是400点 消耗还是挺多的 你来说一下 这个猫猫任务是获得那个抢走进出物和白化进出物的一个很重要的组织 至于更多这个猫猫探险队呢 至于更多猫猫探险队这个信息呢 还是大家请自行上网查询啊 这只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粗略的介绍 至于每个任务可以获得什么样的素材在网上都可以查到的 有那个多玩wiki站啊 多玩那个 包园联益P3那个资料站 然后这个虫身后翘翘板 就是猫猫从上面跳下来啊 然后把新猫踩上去抓虫子 这个我一直玩不好 就不知道为什么 像大剑的虚拟一样 哎呀 哎 跳早了 跳早了 其实应该在发红光的一瞬间跳下去 看下啊 那样收益是最高的 我这样也没捞到什么好东西 然后这边啊 这个是采矿的矿车 现在选择速度猫然后给给稿子 正常来说是给铁稿G这个获得的东西最好啊 这个尖锥散钩呢 他不一定有的时候给的好有的时候不给的 一点都不好 还是看脸的一个东西 这个动画也很有意思 我让大家看一下 这种音效出来 说明收获一定很大 看一下啊 红水晶啊这些 零鹤石灰龙石 还是可以的这个 然后再说一下手动采矿的矿点啊 一共一 二 三 一共四个矿点 最上面这个能采出最好的矿 看一下 白鹿石这些都是上位素材啊 当然第一开始是只有这一个矿点了 随时任务的推进呢也是可以慢慢提升跨铁等级啊这里是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个 零鹤石 零鹤石虽然是上位素材但是在下位农场也可以挖的 比如说如果这个武器是上位然而上位的素材只有零鹤石的话那么这把武器其实在下位也是可以做的 啊这个是随风猫板随风猫板呢和家里的功能一模一样啊我这里就不再提了 啊那么节运动场介绍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